只需一把大火 开局一人一狗 就可暴改出个完美的庇护所 纵使外面暴雪纷纷 室内仍旧暖和如初恋 乔思不爱美人爱野花 就喜欢户外找找小刺激 他跨越山川来到这里 看到此处洞穴一见清新 于是和狗协商对此洞穴进行暴改 他的暴改思路是爆破 原理就是热动萌缩 实施方法就是火烧时 第一步就是找烧火的木材 这种已死千年的百年乌木 就是最好的烧火材料 乔思点燃火源 马放好捡来的乌木 由于此处洞穴为三角小物 他计划借助三角函数的原理 扩充自己的庇护所 如此科学的数学运用 还需要一把火来辅助 火焰可以净化一切 接下来就将一切交给时间 坚硬的原始在烈火的炙烤下 会逐渐脱落 洞穴就在热胀冷缩的过程中 被逐步扩充 就在这烧 烧够一万八千秒 历经火焰的淬炼 洞穴空间肉眼可见的增大 接下来就是马气为强 在狗兹的严格监攻下 乔思开始堆砌 为了更好的粘合 他挖来泥土给予加固 你看狗兹多认真 背对背的监督 真是主人的好狗 然后就要清理 岩壁上已经松动的岩石 这些没有经得住 火焰烤焰而发脆的玩意 可不能留 不然半夜睡着睡着 就真的一睡不起 乔思忙个半死 狗兹却在晒太阳 不得不说真是狗有狗负 一顿操作猛龙 一看结果二百五 如此空间的确太小 他也只能先简单处理废渣 继续进行暴改 大雪一直下 问你心里怕不怕 大雪已经盖背 要想在如此境地 找到干燥的木材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是主角光环的乔思 竟然兜兜转转 找到了许多可用的木材 就连一旁的狗子 都觉得这他们是剧本 乔思将捡来的木材 剧成小段 再次马气进洞穴 开始如出一折的制烤流程 火焰再次点燃 浓烟鸟鸟鸟升天 洞内好似天堂仙界 在9982次破裂的制烤下 洞穴肉眼可见的 向深处扩展了不到一笔平方 不得不说乔思是个人才 屋内暂且处理完毕 当下取暖最为重要 于是乔思开始自建壁炉 他用爆破的石头堆砌 再用天然的泥土加固 在羞羞骨堆堆砌砌的操作下 自己惺惺念念的壁炉 竟然就好似过家家一般被他弄了出来 不知道你觉得这壁炉咋样 即便户外冷的巴茶 屋内总算有了个烤火的地 随即乔思便开始炒了个鸡蛋 搭配大饼吃个起碗 毕竟也干了近八个小时 赤驴也该歇歇了 吃饱喝足后 暴改还没结束 同志仍需努力 乔思继续开始清理自己的房子 在一步一步的清理和修理之后 一间不足200平方的一居室雪景房 赫然出现在你我的面前 为了庆祝自己的新房快要落成 乔思从雪地里打了一壶雪 随即烤了个大肉串 为自己小小庆祝一波 你不得不说 乔思这是会吃 在哪里都不亏待自己 随着天色渐晚 气温降低 乔思必须尽快完成房屋所有的搭建 于是开始弃墙 随后找到门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夜间狗熊的清洗 不得不说这门太操 只能胖低度看风 而后乔思开始为自己堆砌小床 用岩石打底铺上泥土 再将研磨成灰的石灰铺在上面吸水 最后盖上自己的保温垫 而后上床试了试小床的舒适度 不得不说此洞穴 被他暴改的还有几分温馨 我都有点心动 但是聪明的人在哪都聪明 他还知道放在户外的柴绒一潮湿 于是一根根的放进屋内保存 自此乔思的小屋一切都安排妥当 你觉得乔思的小屋暴改的咋呀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在这里过夜吗 我会选择在这里过夜